是 吃壽司原來有先後次序 寧牧師傅說 吃壽司就像波浪一樣 要有上有落 即是淡味如白生魚 濃味如紅肉魚 要間住食 味道有高低 才可以吃到不同海產的獨特鮮味 寧木師傅以這八款壽司做例子 首先吃淡味的白身魚,例如幼口魚 然後是味道清新的魷魚 接下來是濃味的紅肉魚 最常見的吞拿魚赤身和吞拿魚腩 之後又回到淡味的石緩背 秋刀魚 寧木師傅說,最後才吃最濃味或有汁醬的壽司 例如海膽壽司 和鰻魚壽司 師傅又教大家吃了幾件壽司之後 可以吃一些薑 又或者喝淡茶去清洗味蕾 再吃另一輪壽司 就會更加滋味 都沒滿意 那有一個人的鰻魚 都沒滿意 最後患了 嘴巴 我會看到它 有一個人的鰻魚 集中 也有很磋 緊張